好咱们首先先来看一下我们昨天有一个bug问题 昨天咱们有一个哪个一流的bug问题呢 就是在我们再给大家去讲解关于日志这个等级的时候出现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昨天再给大家去讲解这个日志等级的时候呢 我们现在来去看一眼 我一开始在这个地方呢给它调的是这个debug级别 调的这个debug级别之后呢 然后呢像这里面有一个logs 我先把它删掉 删掉之后 然后呢紧接下来咱们来看一眼 在我们的这个demo当中有这样的四个级别 我都有输出 都有输出之后的话 然后呢咱们python manager 然后呢run server run server之后呢我们回过后来 回过后来之后呢 咱们在这个地方重新的刷新一下 那个在demo当中这个主页的部分 刷新一下 刷新一下之后回过后来 然后呢咱们在这个logs.p5当中 在logs当中 我们能够看到这个四个级别都有输出 这是正常的 但是我回过后来 如果说我把这个程序先杀死掉 再把这个级别调高一点 比如说我们给它调成这个warning级别 调成warning级别之后呢 然后呢咱们再来让程序启动 再让程序启动的时候呢 按照我们来说 按照咱们这个呃来说的话 那也就意味着说我们在这里面再次进行输出的时候呢 应该能够看到什么东西呢 咱们要程序刷新一下 刷新一下之后回过出来 我们来看一下 结果发现debug info warning error 这四个级别是不是都有输出啊 就是说我们这个控制没有生效 这个原因在于哪呢 这个原因就在于是说 在flask当中 如果我们一旦让咱们的flask的这个程序 我们让它运行在这个developer developer当中配置文件里面 我们是不是给它写的是这个debug模式啊 我们一旦让这个flask运行在debug模式的话 那flask强制的会忽略掉哪个东西呢 它会忽略掉我们在这里面配置的这样的等级信息 除非说我们让这个flask运行在非调式模式下 让它非运行在非调式模式下之后呢 它才会去采用这样的一个日志等级 也就是说它问题出现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现在来去看一眼这样的问题 我在management当中 我把这个运行的这个模式呢 我给它换一下 咱们说把哪个东西呢 config当中 我config当中 然后呢 我让这个运行在这个product 让它运行在这个模式 这个模式当中 我们在给它做配置文件的时候 是不是没有给它写的这八个模式啊 所以这时候呢 咱们再来看一眼 我把日志文件删掉 日志文件删掉之后呢 咱们再让程序运行一下 然后呢 要注意当前我已经把它运行在哪个模式了呢 运行在这个warning级别了 运行在warning级别之后呢 咱们python run over 运行一下 然后运行一下之后 回过头来 咱们现在来去看一眼 我去确认一下 management这里面的模式 然后呢 咱们来去刷新一下 刷新一下之后 回过头来 我看一下logs文件当中 这时候你看一下 error跟warning 是不是都在这儿啊 而其他两个级别都被忽写掉了 所以呢 问题就出现在这个地方 也就是说 这个debug这个模式的话 它会强制的去覆盖掉 你自己的设置 给大家看一眼 谢谢观看